很快就給我們練到第99萬匹的力量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晚就是港萬咬借幫的第99集 是這個慈無古人 只有地獄才能達到的境界 有幾慈無古人 後面會有個戰神出來 因為以前從來都沒有 後面有個戰神出來快避開在大哥的胸口 肯定是用過的 不一定的 所以今晚就是一個值得很高興的日子 下一集就是第100集 很高興想我們飛這樣嗎 不是 沒空而已 今晚港萬咬借幫第99集 大家好 我是漫遊者 我是師弟 我是梅日郎 有些介紹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6月15日 就會有我們的全新節目 勁Game對爆團 5月和她的一群朋友 一聽名字就知道是一個BL的節目 一聽就知道是一個M系的節目 很適合父女聽 用一隻Game來對爆 PSP的Game都死了 被Kylie那些聽到不行 父女記得留意 對 星期二晚就會提供下載 但是大家可能開頭 因為大家都要重新摸索一下 一些節目的製作 所以可能每個星期都不準時 所以如果遲了大家可以體諒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廣告或宣傳就是 6月10日就是下星期 下星期四 因為今個星期 提供單都會整個星期三 下星期四 第100集的ACVPLOS 亦都是第一季的 第一 破天荒 最後一次的ACVPLOS 是不是創舉 ACVPLOS只有一個 我聽了這麼久的節目 都好像只有一個ACVPLOS 又是首次 但是會不會有第100加1 100加2 那些看心情 有什麼玩呢 其實在留言版 和網站的首頁 都已經提供了一些資料 就是我們 好像剛才師弟這樣說 破天荒 邀請了 全香港其中另外 四個動漫評論網台 一起和我們玩 玩一局 一起起鬧 我們請了Big Four來陪我們 對 像我們的港斑膽 Big Four來陪這個港斑膽 包括有無雙 Format 這個動漫遊世界 和天台的朋友 一起來 五台公投 一起來做一集節目 去分享一下 我們五個動漫評論網台 或者節目的一些經歷 特別加長版 都不是沒試過 兩集混在一起 那你是兩集聯手 都有都有 Ripple都應該有試過 超過一節 所以 我就怕 從來可能一小時都不夠說 你知道 不夠說了 但因為沒有時間 只有這麼多 五個台 每個人講十分鐘 都五十分鐘 現在變論 正改 總之 第一百集 玩普勁 Big Four回答這個港斑膽 買廣告我又買了一個 Powler 超錯 過幾天 六月四日晚 大家沒事做 去公園休息一下 紀念一些特別的日子 怎麼立足 記住拿好 最近電影不太順 我看到有人被人收起來了 總之兩個 大哥 他擺在時代廣場 之前的人擺放 做公園 他又不收 大小超最討 那就要看看有沒有申請 to be frank 如果沒有 當然可以說他選擇性執法 好 說了這麼多 都是時候說 如果想我們Livechart 就麻煩大家add msnacrobbers.radio gmail.com mqungroup275180 msnson.ca 如果100集 的Ace Repos 那晚試試 再用Skype 有些朋友 如果想的話 就直接打進來跟我們聊天 也好 難得的機會 對 如果你們 無論是否動肺的聽眾 也好 你們當日有興趣的 就不妨 都 不是動肺的聽眾 應該聽不到這段呼籲 可能是Dada那邊的粉絲 對 說不定很難說 總之 就 一起來玩 那一集應該是很有趣的一集 好 那麼 今晚的節目時間 就現在正式開始了 你說的對話 好 那介紹一下 什麼事 一開始就做一盤爽的 一開始就做一盤爽的 好 等一下 我先試一試 什麼怪聲 喔 因為 安全移除硬體 終於找到 終於找到一個按鈕 終於找到Rite Kick 那個按鈕 終於學會了 原來要找 這個什麼 惡碎 惡碎來 KK這個Rite Kick 那怎麼辦 我們想說的就是 聖公子呢 他那輪子插入 左壓的USB 終於都被 弄出來了 他找一支 找一支 Rite Kick 他的額頭 對啦 是Rite Kick 他的右壓 然後那支 USB 就可以安全地撞出來 斷箭 終於成功 這是一個很物理的演繹方式 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哈哈哈哈 就是什麼 武俠家利略 又或者是聖經所的教誨 左邊被插了一箭 就在右邊 動他出來 糟糕了 毒帥 毒帥就成功地把一箭 拋入聖公子 左壓 然後成功地令到他痴痴呆呆 坐馬 一台左二十期 那現在呢 他本來想東師孝憑 就是照版主要碗 結果東師孝憑 他原本打算拿一箭 轟天簡 是不是 拋入聖公子的右壓 誰不知不小心 打他一箭 結果聖公子厲害了 對於墨尊名鬼 墨尊名鬼將會遇上大敵 如果這樣說 那你說惡尊是否罪該萬死呢 對於墨尊那邊來說 他兩 明鬼這兩條小子都是活該死的了 那 反過來這樣說 這件事其實 剛才有Kuso 第幾期 今期 20期 好了 20期 他應該第一期 為何這麼嚴重 是啊 經過了20期 大家覺得 用這個方法令到他重新勁勁 會不會 都算是時候呢 或者是遲了 或者不是 其實可以再折躲多一段時間 先這樣 20期 說短不短的 但很可惜是過程 真的沒有一個 驚險的感覺 大家都不是太看到他落難 好像之前冰師也有說過 他一直以來 都好像在享受豪華團 或者一班人都在服侍他 我想經過20期 我可以回答到 為什麼這麼嚴重 或者 就是 就是 他從來都沒有獲 根本是 就是 我也不明白他經歷了什麼 你說他落難嗎 但是 如果跟 就算是肉系裡面的書 的主角比較 他真的 最 就好像現在那些 富豪遊學團 那樣 不,他都不夠阿曾蔭權 糟糕 他下去金鐘 他走轉 都被人圍 對吧 他被G4和警察圍 這個聖公子 他根本就從來 好像今次才 正式 跟別人 有些交秀 對 即是這兩三期 有沒有三期 好像是兩期 其實一個人節奪 有很多方法 我們給回 剛才阿郎說 肉系的書 第一本的 不用說 第一本的 這個 叫做 天子 天子 基法 其實他都試過 由窄變得厲害 他被人追殺 譬如去到飄冕城 他初頭都不夠 好像不夠白虎打 我印象之中 然後陸陸續續 都要慢慢變厲害 再說遠一點 譬如 我們說到 每個人都不喜歡阿鬼才 這樣才算 但當年他編的街霸 阿龍最少爺 厲害的 然後被人廢工 然後用電極 然後叩啦叩啦 又要再 人倉老 我不知道有沒有差 或者找 有人可以告訴我 有或者沒有 我當他沒有 因為沒有證據 我不可以無緣無故冤枉他 赤龍的 上上落落的過程 明顯 感覺是很可憐 就算被人說 葦醉失敗的那本 《創世神兵》也好 那麼 老島也有老島的樣子 黃神創世的老島 雖然他是自願的 但他那種老島是真的很兇 就不像這一本 很充滿肉狼味的作品 就是他老島不老島 所有人都幫他的 他落爛不落爛 其實插陸箭和不插陸箭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他已經靠電極又再復工了 所以最慘的是 因為我不感覺過他從來 感覺過他的景 他沒有風光過我的字 不覺得他現在真的很慘 而很慘 他也不太慘 其他女生 又有天氣給他用 有多慘呢 你數一下吧 鳳香 又慘過他 漢龍 又慘過他 又要跳火開 混了這麼多年 一條女 被人手到爛來 還要把肚子打開 甚至金奇 公子仔 都慘過他 對 養得壞 我不明白 有多慘 說真的 只是在同一本書中 比他慘過他的人 何止 這幾個 連毒稅、惡稅都比他慘過 所以 如果以當初宣傳來計 說到他會如何經歷波折、災難 但現在出來 到他復工了 感覺上似乎不太能交氣 就算以王先生以前寫的龍虎門 王小虎也有兩段 另外幾個新聞像 落爛的其中一段 就是斷腳 是否學天殘腳那段 對 跟著就因緣際會 學到天殘腳 然後 後來在日本那裏 就被聖蘇陸仙吸完谷 變成一個人肝 那段其實都不是很多 好像十多期左右 已經復工了 但過程被人感覺到 真的 弱了很久 當他回復那一刻 大家是為他拍掌叫好的 而且過程是 他的兄弟怎樣 用心去幫他 大家去付出 要保護他 起碼令人看到一種驚險的感覺 但是到《春秋戰紅》這裏 就完全寫不出這一種的味道 真是不痛不癢 甚至掉到山崖 你都不會擔心他 因為你明知他是不會死的 如果今次的頭髮都掉了 你總是覺得 總是覺得 不是那一回事 這個結尾真的 怎麼說 雖然 我猜人會說 很有浴郎味 或者很有懸疑性 但是老實說 你預告就輕易說 看到拿破崙 我姓公子 回內料 下期輸命 我猜不是 那些人送他那條絲回去的 你頭七 回運而已 如果你說 他是剛剛復員工之後 被人斬了一手 大家反而會擔心 雖然是回復 但是可能 又有新的災難降臨 斬手這些 要看另外一半 都對 不可以用這招 或者斷腳 到時 你在預告就說 不用怕 神衣扁在旁邊 令大家相信 他真的斷腳 但是 這裡 他斬 被人斬了頭 很明顯是假的 另外就是 剛才提到公子仔 唉 真是慘 無緣無故 精石化 還說 做男人 就要這樣 阿狼 這些男人的浪漫 完全不能夠認同 他這些男人的觀點 現在 搞到 本來是會在 秦國裏面 跟 聖公子做對手戲的 他二哥 感覺上是一個 很容緣無能的 反而是他師父 大祭師 似乎才會真正擔當秦國裏面的戲份 現在這樣搞法 公子仔 怎樣去苦練也好 都會 只會是大祭師的快女 而他們這一段 今期 都由大祭師去擔棄 去對付 雙艷 雙艷這個女 其實 畢王 畢郎 畢下的女 是不是全部都要這樣 要不就是 勁嚴肅 準備被人奸 那些 兩種而已 要不就是 本身就是想被人奸 就是 學這個黑馬王子 葉德嫻最後 跟 沙律 關壽美一起上去 然後跟阿吉 張家輝那句 不上去 被你奸 上去 被人奸 都沒用 真的沒有分別 要不就是 現熟準備被人奸 要不就是被人殺 要不就是 主動被人奸 透過被人奸 去做這個 武功的籌碼 真的好像 我們上星期五 北斗之拳 講奧花 那個 奧花 內武神那些人 那 都不用下下 就是這樣 正常一點 不行 或者那個世界 那些男人 不好女色 不行 為什麼要講到這麼單向 所有人的思想 其實他有什麼目的 我也不明白 他要復國 就是他們 雙朝為裔 對 我又不覺得他 是復國 好老實 復國之餘也可以 可以happy一下 他就是周圍找人 在這裡 吃一下東西 就是happy一下 就是 我只是覺得 他是一個性慾很強的女人 可能他就是性慾強高中 畢業 好啦 那麼說 很怪怪的 一本書 第二本 有沒有看溫群啊 殺到先 好 殺到上期來的 我們打開這本 我可以揭去預告這個 我們靠看封面 就寄回 本書被人拿走了 我還沒看 我沒有詳細看 這本書 今期主要就是 正式開球了 這個過程 如果單期來算 都刺激有趣 包括就是 因為已經收買了 騎士 或者改造了 騎士諾瓦 所以他派出來 就說 找諾瓦去借 信 打算他們借宿勢死敵 然後就開球了 誰不知 阿信就說 你還是不夠班 跟我們打的 於是就找了其他 因為現在基本上 就是大戰 講一下 黑帝已經去到 一葉城寨開球了 但一葉城寨那邊 陣容都頂成 除了 信義一個人在這裡之外 還有鋼鐵伊頓 還有一系列 一班二度覺醒的 中年人 青年人之類 還有 還有 留了一個 不知道算不算是後著的 就是 阿 鷹狗回來的那個女人 即是落 失憶這段時間 和嫂子 其實都變了她的女兒 一半一半 然後 阿信就開始 打這個 黑帝 已經打開了 這一期 用量指世界 似乎她開始有能力 控制量指世界的操控 所以 開始 黑帝 都被打到 開始爆裂 而 諾亞 就和伊頓 正在抽中 但還有一個 三度覺醒的朋友 趕著回來 一件中國的軍套 就是 青龍 基本上 剛剛這一期 就是講這些 如果 齊腳的話 就變成四個 第三度覺醒者 的 對決 這樣 到時 看看會不會 順理成競 變成一抽一 還是群氣 很明顯 已經是二對二 就是 阿信 阿信 青龍 對黑帝 和騎士 但是 如果要變成 很老套的 單對單 你覺得 是否繼續 阿信對黑帝好些 還是青龍 對黑帝好些 其實 單對單 其實 黑帝那邊 只有一個 因為騎士 那邊 其實不需要 怎樣 你這樣拉低 可能你引起 黑帝那邊 那邊 你就已經 可以做到 二對二的效果 你就不會被 其實 阿信和青龍 那邊 就不會被騎士 孤立到的 其實 是 海撒 不知道會做些什麼 其實最主要 因為騎士 基本上 沒有思想 其實這 四個人 之中 恩怨 根本來 黑帝 就對阿信 是有點 嚴缺 因為 上次是被他打倒 但是 青龍 又要報回一箭之仇 就是變成 可能會是交換對手的情況 反而青龍那邊 的原因 是薄弱些 他主要是來幫阿信 我覺得 除非你說 那是白雲 是白雲 冠 白雲 是白雲 是白雲 白雲 是白雲 是白雲 被人滅 滅了門 是跟黑帝有些關係的 畢竟 某個意義上 其實青龍 都是海撒撒的 私人恩怨 對 我輸給你 就想打贏你 說不定最後要兩三個 合起來 第三道覺醒的能力 才可以打贏他 還有中間還有一個關鍵位 就是騎士會不會覺醒 嗯 如果能夠寫得到 伊頓去到第二還是第三 二 都說四大覺醒 四大第三道 因為冰之死了 冰之王者死了 他是第三道覺醒 沒錯 那就剩下四個 對了 會不會最後伊頓 伊頓爆發呢 如果以連之計 其實他都有機會 不過可能他也是要一些推動力 老婆子女 即是你覺得阿賈就沒機會了 哈哈 你說到現在這樣 很難說的 留回最後才來 咦 那這個改造人 是不是就是海洋二號 哈哈 哈哈 反而你懷了一會 一段時間 現在又再 反而有點期待 小龍小虎 那個 那個能力 表現 對 能力可以在這一線上 發揮什麼功效 他有可塑成他們的功能 對 因為他剛剛才 叫做剛剛 小虎 就是剛剛才顯現他的能力 照計 沒有力氣 他 照計 就不會有續閘 至少暫時都 對 所以應該在這一戰路 也有些影響力 才適合的 但是因為阿信剛剛在今期就說到 小虎的能力 其實還是有不可預知的代價 所以他們都未必敢隨便用 反而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看D Great Man 都知道 其實小虎的二能力 就是美連達 正常說的 危急的時候 可能 是另一件事 他到時是不惜代價 不奇怪的 都可以導致一些 不能預測的變數 可以這樣說 還要紅心 所以不要隨便擁住 再加上小龍 可能會有些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些 合體技 也不奇怪 如果大這班 撐得住 他們就沒有出手的機會了 看看最後會不會有些 空險的情況 需要這班年輕人 加入戰團 但是 劇情 接下來都是一路打打打的 暫時不用說太多 但是我就想說說 其實近來 薩道後面專欄那裏 文家宏寫的短片 我覺得真的不及他以前 那些四格 或者一期過 一頁就寫完的故事 這麼有爆炸力 感覺上是暗了一點 不希望他們會浪費這些版位 如果不適合的 轉回以前這種形式 每個星期不同人去嘗試 或者齊齊寫短片 四格就算了 沒有 我反而覺得 應該給一些機會去嘗試 就是 你不得 你不就剪短一點 也不要說 其實 行不行 應不應該出街 他們內部 是應該大家可以聊得到的 大家看過 如果都覺得 沒有笑點沒有爆點 那不如 就 退回去 下其他東西 就算下廣告也好 我也覺得 比在讀者心目中留下一個壞印象 雖然現在只是一本創作 難保他們是有條件有潛質 將來再推出幾本 要推出的 除非是外人 不然都是現在他們這班兄弟班 我覺得比較難一點 小公司來講 不可能 不可以期望這麼多 還有新人有些失誤都不出奇 失誤了很多期 或者他選擇了一條不適合自己的路 即是 這個印象就像當年 小文 將他的角色加備 將他的樣子開始正常 認真化 對 一般化 或者大眾化 主流化 結果不受歡迎 他自己也彈回 最後畫一支 再重新版本 那些舞臂的角色 那 硬轉 上司不是壞事 但是如果反應 或者看出來的效果 很快 就覺得已經不太行 其實就沒有必要再花時間試 因為他之前已經寫了兩個 這些殺到劇場 感覺都是很黏 完全沒有什麼 點可以觸發得到 所以建議不再需要 向這個方向試 或者再試一條新的道路 好 下一本 說什麼 嘩 真的很難選擇 大俠 不如大俠 好嗎 有沒有看 上次只有一半看 靠你主打 喂 大俠呢 老老實實 今期就有個 應該是這樣 有半讚半壇 半讚是什麼呢 半讚就是 秦繪對岳飛 都跟你開球 現在就是說 真的嗎 下星期還未出 上星期說到 秦繪用十二度金牌 召回岳飛 終於是 假借皇上之眉 然後秦繪給岳雲的槍 其實岳雲 就 施通外敵 很多人都知道 莫須有 不過順手向大家解釋一下 秦繪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奸 這句話 所謂屈 叫什麼 岳飛入獄 或者死罪那個 就是 說他兒子 施通金人 好像是 我忘記了 好像是金人 然後就說 歧視看莫須有 大家都以為 莫須有 好像蕭若元說歷史 那樣 講這些話 原本大家都以為 莫須有就是 不需要有這些事 但其實留了前三個字 歧視看莫須有 意思就是說 秦繪就跟岳飛說 你兒子 施通金人 我們有信 不用真的發生了 金人打到下來 要證明他是內奸 我才可以告他 以現代的法律觀點是 意圖謀殺 應該是 意圖謀伴 或者是 經以你有計劃領 那些事 你不用真的舉兵 那一刻 我才可以說 你真是反觀的國家 所以大家 這裏 最少 你信不信是你那一回事 不過大家要認真些 重新思考 秦繪是不是真的 那麼久 所以大家要 以歷史角度 其實秦繪都是聽皇帝的說話 做事而已 最少那一句歧視體 即是那一封書是真的存在的 而歧視體莫須有 即是說 不需要那件事真的存在 因為你本身也有其他的證據 所謂的 意圖謀反 是的 那麼這裏 就說到 我秦繪就說 我現在給你機會 你打得贏我 我就放過你了 嘩 突然間這麼易烈 但我覺得這個設計也有趣 大家以為 一來本身中間很分明 二來就是 經常都誤會 或者是以為秦繪就是用來陰 鱷菲的那個人 現在就告訴你 我不是 雖然我不知道故事發展 成為何會不會 就是秦繪打贏了鱷菲 所以就是可以打贏他 我不知道故事是否這樣編排 但是 最少秦繪好打的 我有點意外 嘩 這個真是鐵拳無敵孫中山 對 比鐵拳無敵孫中山更意外 所以就 有哪個feel呢 我看的時候 為什麼我覺得都有點熱血 我想起了 藤堂兵衛 即是灰藍屬裡面的藤堂兵衛 藤堂兵衛在灰藍屬裡面 就是說他是日本政治幕後黑手 影子總理 基本上所有人都要問過他才可以 可以敗官 諸如此類 但是呢 每個人都以為他只是一個靠錢去影響這個黑道的時候 原來他本身都有修練武學 現在的秦繪就很有藤堂兵衛的感覺 完全沒有歷史味 如果這樣算是這本《大俠傳奇》這麼久以來最大驚喜的位置 對於我來說也很驚訝 所以都 那個《沿著小說》有沒有類似的印象 沒有啊 應該改到癢癢聲 改... 他脫離了很久了 這本東西 那就很棒了 他基本上... 開頭就是講... 我理解... 因為《大俠傳奇》我都沒看到尾 他出版到今天的尾 但是... 他已經說是... 已經是後面的故事來的 基本上是老鳳自己創作的 我想問他們有沒有這個 塞外三冠王的這三個人 聽說是歐聯的三冠王 塞外的三冠王就是國米 今年 真的是塞外 當然是塞外 他好像沒有打到塞外 我記得 不是啦 是塞外 就是塞外的三冠王也是在《大俠傳奇》裡面創作出來 毛奸王這些名字其實是他自己原創的 我都感覺好像... 刀劍少 好像煙族 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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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一群都好像是他 但是呢... 我覺得他打得太長了 打了很久了 煙族 沒有奸王 他這三個人 尤其沒有奸王 本來呢 我感覺他索造得像死敵一樣 但是這兩人都打得不斷氣 那死敵也不用不斷打 打完又打打完又打打完又打 打完又打 就好像... 喱咕喱咕的新年代 家嫂和心浩 不斷報仇 我以為你說是 吳空和菲利 打了幾個月 我們都還沒看完 吳空和菲利 所以就算打他 他都不是打很久 打完是漫畫版還是電視版 那是漫畫版 我講的 就算是見面 他們都很少 他們是第一次見面 就已經開球了 所以是有點沉氣 你想想我上一次讚大俠傳奇 說... 巡景 最少都肯用門去阻擋人 封鎖一些路 然後用自己的劍氣 可以攔置上方 這裏也有幾個星期的事 但是幾個星期之前這裏已經打了超過幾個星期 兩三個月都是這兩條在追追追追追打的 所以要秦繪出來充氣一下 希望下期有些新意給我們 似乎是有點緊的了 老實說要找秦繪出來 除了頂帽和官服之後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那他跳過一格有可能有肌肉粉漿 基本上他在文官的服裝裏面穿了一件武官的勁裝 下一頁第一頁他就拿一支鬼槍出來射我 你這個好眠是戰國巴沙拉的設計 萬記講完之後我有些好奇想看看他下期會怎樣寫 或者其他脫掉大俠傳奇的朋友也不妨留意一下 其實我不是特意針對這位神州大俠 但是他跟我們那些... 後面專欄那位? 中間專欄 一般對漫畫評論的看法真的很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呢? 例如天下畫集首赤護角故事有驚喜 首赤護角是什麼? 首赤護角是那一期的書題 他說看了天下畫集首赤護角大國絕心的邪狂 斜狂護奸本性得到了很好的發揮 都奸了十幾年 奸完又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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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要奸一奸 對馬藝言权的奸 介紹肥良看這個村子 剪掉三角形 哈哈 中規中矩人家畫神 畫神跌到中規中矩就不行了 等於匯豐下跌到三十多元一樣 雖然有些公司的股票只有幾元 數在下其實很多錢都很差 一不就買一不就不買 但不買都找方法看 那不如果我沒有網上看到 我們也沒有下載 我也是打輸的 真的很麻煩 看完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現在打輸釘是不犯法的 打輸釘本身是不犯法的 我也知道 現在的報返是不介意你打輸釘的 他會推銷你買牌香口膠就算不買輸 他也高興 而且他說另外風雲的表現略嫌少了一點 大哥 幾多期啊 我想問他們擔了戲 老闆還嫌少 你看回他就那一期 你看回第一、二部吧 死戰編啊 原來報迅雲已經成為了日本天王的恩師 以前他們有過繁王大選 他是過去幫忙 希望推一個比較仁義的新一代 總之推一個不會搞中原的 你打韓國吧 這些就是干涉別國內政 中國人最不喜歡的那樣 那可能報迅雲不會干涉呢 其實古代的中國經常都關涉別人的內政 還有其實現在過了這麼多期 風雲兩傢伙應該都老化了 劇情上、表達上、轉變上 寫了毛都寫了的 甚至是武功等 是時候被其他人發揮一下 所以他們的氣氛少一點是正常的 但問題是其他人有沒有機會發揮 其他角色 你剛剛講到他們兩個年紀老邁了 有沒有看過網上有一本叫神兵大帝的原創同仁志 我聽過的名字但不記得內容 是用影印度做的 是有位網友 應該是內地的朋友 因為我看到簡體字 他就CAP了不同的作品出來 有海虎 有神兵 有天子 有風雲 CAP了這些圖 然後他自己編回故事出來 其中有一幕就是 問天對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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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連續三格同樣的畫面 只是改對白 兩個人見面見到面了 然後兩個人同時說了一句 你 然後第三格就是 表演得不錯 然後旁邊就出現他們兩個的單格樣子 問天年齡雨天齊壽 聶豐七十一歲 哈哈哈哈 網上有得看 好像是80809 有一個網站 類似 89890 89890類似 總之就是這幾個數字組成的一個 五位數的dot com 很搞笑 這個網上有很多大陸的網友 自己原創的漫畫 其實都頗有水準 因為那些不是港漫 所以就沒有提 我們不是內地漫畫 咬者幫 但是這個因爲是酷傻 所以為何我特地要大家提 剛剛講到他們年紀老漫 我覺得這個gad笑到哭 抱歉我在辦公室看 出了多少話 出了四話 出了四話 大家上去看 好厲害的每集都有20頁 那我們來不來又跟進一下 好好好 如果有興趣大家上去看看 今次就來到這裡為止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說 咬者幫